观众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级直播的海峡五报 我是谢霜来看新闻 据台湾媒体报道 台防务部门28号18点 在其网站上发布解放军军机动态消息称 当天解放军一架空警500空中预警机 一架运8电子侦察机 两架歼10战斗机 并分三路从不同方向 进入台所谓西南防空识别区 台空军宣称派遣空中巡逻兵力应对 进行所谓的广播驱离 以及运用防空导弹系统追踪监控 而在当晚21点 台防务部门再度通过网站发布消息称 解放军两架次歼10战斗机 晚上再次出现在台湾西南方向空域 台湾青绿媒体对此报道声称 这是台防务部门2021年首度在一天内 两度发布解放军军机 进入台湾周边空域的动态 针对台防务部门 持续炒作大陆军机 进入台所谓西南防空识别区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28号在例行记者会上正告台独分子 玩火者必自焚 台独就意味着战争 对于民进党当局近期表示 将深化所谓台美关系 以及台防务部门持续炒作大陆军机 进入台所谓西南防空识别区 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 28号下午在例行记者会上做出回应 吴谦表示 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 不容任何外来干涉 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台海地区开展的军事活动 是针对当前台海安全形势和维护国家主权安全需要 采取的必要行动 是对外部势力干涉和台独势力挑衅的严正回应 民族复兴 国家统一 是大势所趋 大义所在 民心所向 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上 一小撮台独分裂分子的谋独行径 就像是一个泡沫 又能翻得起几朵浪漫 我们正告那些台独分子 玩火者必自焚 台独就意味着战争 中国人民解放军将采取一切必要措施 坚决挫败任何形式的台独分裂图谋 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美国总统拜登 近日要求美国联邦政府 不要用地理位置标识新冠肺炎 对此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 28号表示赞同 而一向爱爆美国大腿的民进党当局 此前一直以所谓武汉肺炎作为COVID-19中文医名 他们会不会跟进拜登政府的相关举动 成为台湾媒体关注的焦点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26号签署一份行政备忘录 正式禁止联邦官员将新冠病毒称作所谓中国病毒 并谴责反亚裔的种族歧视言论 1月28号 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主持例行记者会 被问到中方对此有何评论 赵立坚表示 第一 新冠病毒是全人类的共同敌人 不分种族和国家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都明确反对 将病毒同特定的国家和地区相关联 第二 溯源必须本着非常严谨的态度 由科学家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调查和研究 中方也坚决反对将病毒标签化 将疫情政治化的错误做法 第三 中方希望美方早日控制疫情蔓延的势头 愿同包括美方在内的国际社会一道 推动全球抗疫合作 然而一向爱抱美国大腿的民进党当局会不会跟进 成为台湾媒体关注的焦点 民进党当局此前曾多次称呼新冠肺炎为所谓武汉肺炎 虽然蔡英文近日在公开场合已多次敢以COVID-19称呼 但其副手赖清德和蔡英文办公室的新闻稿发言人谈话 仍使用所谓武汉肺炎的字眼 民进党近期的记者会也仍出现相应字眼 不过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 台行政机构的卫生 福利 内务 法务等四个部门 在28号的新闻稿中均避开所谓武汉肺炎一词 但台行政机构负责人苏贞昌却依旧名玩不灵坚持使用 对此有岛内网友批评说 反正他没水准又不是一天两天了 另外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内德·普莱斯近日发表了一份声明 岛内网友发现 声明提及民进党当局时 使用了台湾民选代表们一词 舆论发酵 引发绿营担忧 美国所谓对台政策大幅退步 对此有岛内网友嘲讽 绿营的玻璃心又碎了 原来在美国眼中 台湾也不过耳耳 只是一个地区的代表而已 看起来 莱猪是白痴了 可怜 肖美琴在拜登就职典礼草地上拍照 还自称美台关系42年来最佳状态 就是换来台湾民选代表的对华身份嘛 还有网友指出 如果不是因为有庞大的政治利益 民进党当局也不需要去所谓反中 所谓反中反到现在 走火入魔 走到这一步 台湾的未来就注定凄惨 只有那些得到政治利益的无良政客 还在那里耀武扬威 得意忘形 针对美国总统拜登上任后 美国和大陆关系将发生改变 两岸是否可能谈出新方案一事 马英九二十七号受访时强调 关键在两岸 不是在拜登 拜登不会像特朗普一样 但拜登希望台湾跟大陆 能够进行有意义的对话 中国文化大学副教授李孔志受访时则表示 蔡英文要认清楚 现在已经不是特朗普时代 不要想美国还会帮你 美国回到传统一个中国政策 民进党当局要思考 怎样在一个中国框架下 争取台湾最有优势的地位跟利益 而对于美国总统拜登上台 两岸如何找到新的互动方式 台湾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首席顾问赵春山指出 两岸目前应先从九二共识分歧上找到一个突破点 两岸的中国人应该可以运用智慧找一个对话办法 美国新任总统拜登签署的行政备忘录 禁止政府及官员使用所谓中国病毒或武汉肺炎这样的提法 这被认为等于是狠狠打脸了一直采用这一歧视性称呼的民进党当局 台湾中国时报的文章指出 民进党当局过去搭特朗普的顺风车 自愿站上所谓反中最前线 然而特朗普列车再怎么狂飙 总会有到站的一天 台湾再怎么眷恋不舍 还是得换成下一班列车 如今美国回到理性务实 拜登政府纠正了歧视性的称呼 民进党当局要不要跟着调整 大家都在等着看 文章直言 拜登的反歧视巴掌狠狠打在民进党当局脸上 联合报的评论文章则称 民进党当局从不掩饰对大陆配偶子女 陆生 武汉和大陆的歧视 如今被拜登的备忘录打了一接耳光 原来在歧视的心态与作为上 只有蔡英文和特朗普是共享歧视价值的坚实伙伴 另外 台湾中时电子报还整理出几大信息显示 所谓台美关系的风向变了 一是美国不签新的贸易协议 台湾对莱猪可能白开放了 二是拜登幕僚直言 拜登理解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 而这个中国的首都在北京 美国也不会承认所谓台湾独立 三是美国国务院称 蔡英文为台湾民选代表等等 文章称 如今民进党当局又被拜登打脸 可以说十分尴尬 以上就是对台湾媒体和舆论相关报道的书里 继续来看新闻 日前 岛内某脱口秀主持人 在节目中提出了一个毫无下限的提议 称台湾开放含莱克多巴案的美国猪肉进口后 可以将莱猪加工成肉松转售大陆 这个令人不耻的想法 遭到各界的强力批驳 民进党当局开放美国莱猪进口 引起岛内社会极大争议 台湾网红伯恩日前在其脱口秀节目 博恩夜夜秀中谈论该议题 他引用新闻画面提到国民党籍民代赖士宝 质疑莱猪进口后 岛内官员不吃 小学生不吃 军警销人员也不吃 这样一来的话要卖给谁 随后他开始秀下线 对啊 这样卖给谁 我有个点子 我们进口莱猪 然后做成肉松卖给中国 大家觉得怎么样 等一下 你们拍怎么说 你们是恶魔吗 当然不能这样做 在27号上午国台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有记者提问 大陆网友担心 韩莱克多巴胺的美猪美牛 以及相关产品 会不会通过台湾流入大陆市场 发言人朱凤莲做出回应 我们关注到近期有一些 我们的网友的确是存在这样的担心 也是因为岛内有一些网友 提出了一些非常挺恶毒的一些想法 朱凤莲表示 近期大陆有关部门已经加大查验力度 有关肉类产品不会从台湾流入大陆市场 而对于大陆严禁台湾地区生产 或经台湾地区转运的肉类产品输入 台湾农业部门声称 2014年11月起 大陆就已禁止台湾猪肌肉类制品进口 因此现状并没有改变 此措施对台湾养猪产业影响是微乎其微 不过根据台农业部门的统计资料 以猪肉及其制品为例 虽然过去10年来 确实台湾没有出口生鲜猪肉 但香肠 火腿等猪肉调制品和猪肉罐头 则是一直都在出口 或由台湾转运到大陆 数据显示 2020年台湾出口活猪 猪肉及其制品 共4163吨 到香港地区最多 由2018吨 占48.47% 澳门地区1630吨 占39.15% 大陆57吨 占1.37% 大陆与港澳加起来 占总数88% 针对无党籍高雄市议员黄捷的罢免案 将在2月6号进行投票 现在罢捷团体控诉 他们悬挂在一处的两层楼高的布条 屋主疑似受到压力 希望罢捷团体撤下 罢捷发言人表示 自从蔡英文下令挺黄捷后 他们陆续感受到打压的氛围 要罢免黄捷的民众不断呐喊 抬头看 吊车正在将罢免黄捷的宣传布条 拆下来 不到几分钟的时间 两层楼高的布条就被拆下来了 早在1月8号 罢捷团体悬挂广告布条 地点选在高雄开张圣王庙附近 包含租金和悬挂费用 总共10万元新台币 这阵子罢免黄捷的气氛持续高涨 结果却被要求下架布条 WC团体他们刊登的广告看板 高雄市政府可以公然地出来奉仲 护航 罢捷团体质疑 昔日罢免韩国瑜的人士 力挺黄捷 他们的广告排挂了却没事 在绿大玉兰的高雄凤山 因为黄捷罢免案挑起对立 而自称没党政色彩的屋主 则称此事跟他没关系 商业广告 罢捷团体定制的超大布条 现在被下架 找不到其他地点悬挂 干脆直接走上街头 对于拆布条事件 黄捷本人以私人行程 在忙为由不发表意见 随着投票日逼近 霸捷动作频频 黄捷则是能避就避 临近春节 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 又有新动作 他日前来到台北市新门町的一间 潮装店是穿衣服 穿上时下流行的冲锋衣 戴起于腹帽 被许多台湾网友大赞很帅 脚上踩着布鞋 镜头往上一拉 穿着潮衣摆姿式 而另外一张又是不同风格 甚至放出比帅首饰 马英九近日到台北西门町的潮装店 试穿流行服饰 照片跟短片一流出 有网友就大赞 好帅好可爱 他们就是说 他们有一个单元 就是会请他来店里 试穿一个比较年轻人的衣服 他每一件衣服 就是都摸过一轮 然后都有些问题也会问 马英九首次造访 让店家觉得好新鲜 从其他画面还能看到 有制作人跟马英九讨论 该如何走位 让不少路过民众好奇探头看 其实这是马英九 在拍摄今年的春节贺岁短片 内容是关于过年才买 到潮装店应该是去买新衣 当天马 是穿了我身上的这一套帽子 跟衣服还有裤子 而且不止这一套 还有另外一套 有别于上一套比较军事风格 这一套则是用鱼服帽跟帽梯 来展现休闲风格 马英九穿上潮服 也被称赞 70岁了 潮味不输年轻人 马英九从2019年开始 连续三年拍摄过年贺岁片 第一年演出一日店员 第二年则是骑车当外送员 今年穿上潮服又有什么突破 让马英九的粉丝们很期待 本栏目由金砖会晤用酒 扶猫叫酒赞助播出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闲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级直播的海峡舞报 继续来看新闻 28号 第三届荣台大学生 敏都文化体验营在福州举行 通过活动 部分流融过年的台湾青年 提前体验到了 具有福州特色的传统过年习俗 来看报道 本届活动由福州市 台湾同胞联谊会等单位主办 在福州台湾会馆和台南海山馆 分别设置会场 现场20多位即将留在福州 过年的台湾青年 首先参观了位于三方七项的台湾会馆 随后台南分会场的历史学家 为大家介绍了台南海山馆 与福州的历史渊源 主办方在福州现场 精心设置了五味碗 写春联等传统文化习俗项目 让第一次流融过年的台湾青年们 提前体验到具有福州特色的年味 我应该是从来没有一整年没有回国家 所以今年希望在福州也会有一个不同反响的体验 感觉上是还不错 因为从这边整个环境下看下来 然后这边又这么多的台湾的同胞 还有一些长辈在这个地方 多少还是有一点温馨的感觉 据了解 荣台大学生敏都文化体验营 是一项创立于2018年的两岸青年交流活动 以赴台就读敏籍学生 与来荣求学台湾同学之间 特殊的同学情为纽带 展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体验交流 主办方表示 由于新冠疫情影响 今年不少台湾青年都选择留在福州过年 更凸显了这项交流活动的意义 尾压的形式 将两岸风俗的年度的习惯 来组织这么一场活动 作为我们大陆同胞来说 对台湾同胞永远是一家庭 这么多台湾青年在我们福州 都没回家过年 作为我们来说 作为我们主办方来说 作为台连来说 我们的功能就是说更好的服务他们 这个联益好他们 2021年春节将至 为了配合疫情防控 全州台协会提出倡议 希望在全州的台商台胞少流动 一起留在当地过春节 而记者这几天走访了多家全州的台资企业 生产线上也是一派忙碌的景象 大家都在疫情防控的基础上 做好年前的生产工作 公信家的聚敏机械是一家专门生产制鞋机械的台资企业 产品主要出口到东南亚和欧美等地 合作企业包括阿迪达斯 耐克等国际品牌 作为一位深耕大陆多年的老台商 就像他所说的 全州早已是他的第二故乡 福建良好的营商环境和政策优势 让他们信心倍增 今年他们一家仍然会在全州过年 疫情过后 他也计划引领更多台商前来福建投资新业 我希望把这个台商 很多台商带来我们台商投资区 来这边开工厂 这边把落地整根 这个才是我们目前所要做的 当地的政府对我很大的支持 老台商们在积极布局大陆市场 而台资企业的创二代们 也以更加新锐的思维引领产业发展 吴云珍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回忆其长辈当年创业的艰辛 吴云珍很有感触 上世纪八十年代 他的母亲在台湾生产供丸 九十年代初 一家人来故乡全州寻根时发现 这里的产品需求更大 而当时市场上销售的 还都只是手工作坊生产的丸子 量和质都有待升级 一九九八年 他们举家来到全州 将通过反复锤打形成的 美味供丸技术带到全州 凭借吃的美味又要健康的 降薪精神 他们的富邦食品从一颗丸子出发 逐步成长为福建省 颇具规模的大型食品生产企业 我们现在从原本的小家庭的作坊 演变到现在就是现代化的一个生产 那现代化的这个生产呢 真的是离不开 就是政府一路上对我们的这些扶持 我们也鼓励员工就地跟我们一起过年 我们一起大家吃团圆饭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节目 在今日头条和微信都开设了官方账号 您可以扫描屏幕左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 在今日头条开设的官方账号 扫描屏幕右下方的二维码 关注海峡新干线微信公众号 定一时间获取更丰富的两岸资讯 好的 接下来是广告时间 我们休息 欢迎回来 这里是东南卫视海峡卫视 并集直播的海峡五报 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 世界卫生组织新冠疫情数据系统显示 截至欧洲中部时间28号10点05分 各国和地区正式报告的 新冠确诊病例 累计总数也达1亿20107例 死亡215万8761例 在世卫组织将全球划分的六个区域中 美洲区域累计确诊超过4447万例 欧洲区域累计确诊超过3347万例 东南亚区域累计确诊超过1276万例 东地中海区域累计确诊超过560万例 非洲区域累计确诊超过250万例 西太平洋区域累计确诊超过138万例 从国别看 美国累计确诊和死亡病例数为全球最多 累计确诊超过2500万例 死亡超过42万例 世卫组织卫生紧急项目负责人迈克尔瑞安表示 全球新冠病例数累计过亿 是一个严峻而令人震惊的节点 但许多国家遏制疫情的成功经验证明 只要采取有效措施 新冠病毒就可以被控制 世界卫生组织欧洲区域办事处主任克鲁格表示 新冠疫苗给人们带来希望 欧洲已有35个国家开始接种疫苗 接种总量约为2500万剂 然而新出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 增加了疫苗接种任务的压力 同时人们对疫苗开发生产和公平分配的需求 并没有像所期望的那样得到满足 solidarité并没有意义 克魯格强调 目前各国应对疫情的最佳方案 仍然是实施限制措施 面对更容易传播的变异新冠病毒 各国必须保持警觉 当地时间28号上午 首批近200万剂 由中国科兴公司生产的新冠疫苗 运抵智利首都圣地亚哥 智利总统皮涅拉 卫生部长帕里斯 和中国驻智利大使馆 临时代办周易前往机场迎接 28号 在有近200万剂 中国科兴疫苗的飞机抵达圣地亚哥 智利总统皮涅拉 在机场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 智利天主教大学的临床试验证明 科兴疫苗对于60岁以上人群 也安全有效 智利卫生部已决定 将这款疫苗的应用范围 从18岁至59岁人群 扩展到全部18岁以上人群 平年拉说 第二批近200万剂科兴疫苗 将于本周末运抵智利 智利将于2月启动大规模接种计划 皮涅拉本人和卫生部长帕里斯 计划于2月中旬接种科兴疫苗 智利公共卫生研究院1月20号宣布 给予中国科兴公司研发的新冠疫苗 紧急使用许可 接下来我们通过一组简讯来快速了解一下国际方面的其他消息 据伊朗媒体报道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当地时间28号 在参观福尔多油浓缩工厂时表示 伊朗已经在过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 生产出17克 风度为20%的浓缩油 卡利巴夫表示 伊朗议会此前通过的反制裁战略法 正在逐步得到落实 伊朗有决心执行这项法律 直到针对伊朗的制裁彻底解除 卡利巴夫强调 伊朗所有行动都是在伊核协议的框架内进行的 协议其他方没有履行义务 伊朗也没有履行义务的责任 如果其他方履行义务 解除所有对于制裁 伊朗的银行 石油和贸易问题得到解决 伊朗也会重新履行义务 东京奥委会28号与国际奥委会主席巴赫 举行了视频会议 东京奥组委主席森西朗 会后告诉记者 巴赫重申了对东京奥运会的权利支持 森西朗同时透露 巴赫希望日本政府能够尽快实施疫苗接种计划 但他仍坚持认为 接种疫苗不是运动员能否参加奥运会的先决条件 这是巴赫连续第二天公开表达 对东京奥运会如期举行的决心 在前一天国际奥委会 执委会会议后的发布会上 巴赫表示 除了在今年夏天举行之外 东京奥运会没有其他的可能 当地时间1月28号 吉尔吉斯斯坦当选总统扎帕罗夫 在首都比什凯克正式宣誓就职 扎帕罗夫表示 吉尔吉斯斯坦将坚持多边外交政策 加强与战略伙伴的合作以及经济文化联系 是外交政策优先方向 本月10号 吉尔吉斯斯坦举行总统选举 并就国家政体举行全民公投 根据20号公布的最终选举结果 扎帕罗夫以79.2%的支持率当选 81.49%的投票选民支持总统制 好的 今天的海峡五报就到这 我是谢霜 明天同一时间再见